好 接著全球現場 我們馬上帶您來關心 今天就是北京冬奧的開幕儀式 八點將會舉行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會親自的參加這一場開幕儀式 而宣布冬奧正式開始 那麼台灣的代表團入場順序 排在第十一 由競速滑冰選手黃玉婷 以及滑雪選手何秉瑞 擔任掌棋手 而現在關於開幕式的細節 也一一曝光了 其中一個最精彩之處 就是文藝表演跟儀式的環節融為一體 另外一方面 冬奧聖火今天也會傳回到 北京的賽區進入最後的竭力 高舉冬奧聖火跑過小橋 北京冬奧聖火傳遞活動第三天 從儀和園開跑 第一棒是丁寧 第二棒是薩貝寧 傳遞寧寧 冬奧必贏 第一棒由大陸大滿貫 桌球運動員丁寧負責 在小橋另一端等候的 是大陸知名主持人薩貝寧 第三天的聖火會在儀和園 北京奧森公園以及大運河森林公園傳遞 在奧森公園內屬於閉環內的傳遞 不過開幕式上 點燃聖火的最後一位火炬手是誰 主辦單位嚴加保密 北京2022年冬奧會將會在全世界的矚目中盛大開幕 鳥巢在夜空中絢爛耀眼 一分一秒等待著聖火來臨 這次中華台北奧會派出四位選手參加北京冬奧 進場掌棋手將由黃玉廷和何秉瑞擔任 黃玉廷是競速滑冰選手 日前因為穿著大陸國家隊隊服引發爭議 而滑雪運動員何秉瑞則是台灣代表團 睽違30年後再次拿到冬奧滑雪參賽門票的選手 另一方面大陸代表團則是派出速度滑冰運動員高亭羽 以及鋼架雪車運動員趙丹擔任進場的掌棋官 完全不同的雪花汇聚到北京一朵人類的雪花 一朵共同的雪花 北京冬奧開幕式的宗旨就是人民性 從倒數計時到點燃聖火都貫徹這樣的想法 總導演張藝謀也透露 希望能著眼大陸的現代和未來 因此藝術設計上也使用更時尚有活力的方式 而開幕式前30分鐘的暖場素人廣場舞 除了是熱門話題 更希望表現出大陸深層的文化自信 世界期待中國 中國做好了準備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在開幕式宣布2022北京冬奧正式開幕 兩點之一就是中俄領導人 習近平攜手普丁出席 普丁也透過新華社發文力挺支持冬奧 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透過奧運傳達的訊息不言可遇 記者劉家宇報導 這位日本的滑冰王子宇生結弦 這一次也將出戰北京冬奧 他要挑戰他之前曾經失敗過 高難度的四周半跳 而他也可能會成為冬奧史上首位 花式滑冰三連霸的得主 因此也備受管主 不過他到底到北京了沒 其實現在媒體都在猜 媒體想捕捉可是也拍不到 而他的粉絲也都在猜 到底與生結弦有沒有到這個賽場了呢 而不過其實大家都在猜 所以他昨天也趕快上傳一段影片 到他的推特上頭 感謝粉絲的支持 華冰王子抵達北京被戰卻身影 立刻成為媒體關注話題 不過貼心的本尊準備影片 要粉絲放寬心 日本代表團其實一月底就陸續抵達北京 但是媒體就是捕捉不到 雨生的蹤影 甚至還缺席三號的男子單人賽前訓練 媒體粉絲失望可想而知 而日本代表團團長 異動秀仁甚至以不能公開為由 拒絕公布雨生的行蹤 今年27歲的雨生結弦 4歲受到姐姐影響 與花式滑冰結緣 在10歲就拿到全日本少年錦標賽冠軍 隨後奪得兩屆冬奧金牌 更是多項世界紀錄保持人 可惜2021年 因為右腳關節韌帶損傷 休養8個多月才復出 參加全日本花式滑冰錦標賽 挑戰人類史上首個四周半跳 雖然最後宣告失敗 但仍創下6朵日本花式滑冰錦標賽冠軍紀錄 但這次北京冬奧滑冰王子 顯然有備戰壓力 雨生在影片中 公開表示他會再度挑戰全球獨一無二最高難度的四周半跳 這項職業生涯的巔峰之作 無疑也將幫助滑冰王子成為冬奧花滑史上 達成三連霸成就敵人 記者廖丸宇綜合報導 好 現在粉絲也紛紛為自己支持的這個明星 這個運動明星來加油 不過又說到到底哪一個國家代表隊 會成為本屆冬奧獎牌的大贏家 粉絲也都在猜 莫斯科動物園就找來了這隻動物明星 貓熊丁丁 預測誰是冬奧的大贏家 可愛的貓熊丁丁 這一次要當奧運的章魚哥 預測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把各國的國旗 就排在這個紅色的三角錐上 讓丁丁自己選 結果貓熊丁丁真的是有受過訓練 很給面子 一把他就抱起了 貼有俄羅斯國旗的三角錐 然後丁丁還跑到貼有大陸國旗的三角錐 一不小心就碰到三角錐 動物園方表示說 因為這一次是北京來主辦冬季奧運 那麼貓熊 牠本來就是大陸的明星動物 再加上奧運的吉祥物 冰噸噸也是貓熊 所以這一次就選擇丁丁當章魚哥 來預測一下奪金的熱門國家 不過我們說到冰噸噸 牠這一次真的是人氣超級高的 牠是北京這一次超萌的吉祥物 就是冰噸噸跟雪融融 因為模樣很可愛 所以很多選手到北京 就第一個找牠們合照 尤其是牠冰噸噸受到熱烈的歡迎 因為外型牠就是以貓熊 作為設計的原型 牠外面有照一個透明殼 其實就是以冰糖葫蘆 這也是北京當地的特色小吃 來作為設計理念 好 我們剛剛看到牠胖胖的模樣 想要進門還卡卡的 一度被門卡住 大家都說呆萌呆萌 真的好可愛 而且冰噸噸的周邊商品 現在奧運都還沒開始 但是已經早早完售 看得出來牠的搶手程度 其實很多粉絲也都喊話 官方趕快補貨吧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本來就是要用心的 我會看到牠的搶手程度